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 好了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正式开始 天津泰达在主场迎战深圳加兆夜的比赛 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天津泰达是身穿着白色上衣 蓝色转裤 而客场作战的深圳加兆夜 红色上衣 黑色转裤 马上一开场 你看瓦格纳这次拿球 左脚的大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20秒 瓦格纳接到传球完成了推射破门 越位了 没错 为什么从开球以后 整个的攻防的节奏就这么快 直接掉了一个身后 深圳的防线压得有点靠下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瓦格纳基本上就是大不流行拿球向前 还是有越位的情况 那如果说越位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一点点 是吧 通常有安全落地 现在这球 一个是瓦格纳的冲球 少少偏出 应该防守拳还是有碰到 又是大概相同的位置啊 我们看看这次定位球 这次门将表现非常出色 不为一个横向侧扑 这就扑了出去 第二次传球 这个转身弗雷西亚多完成之后 我们看看下一步怎么来发展 跟上大刀 打到了横梁上 这是深迷达罗业最希望看到的一种精度 快速传递啊 但是很可惜 运气稍差 这次打成后 面对刘洋 也不错 对 往外线变线 这个球 面对塞尔纳斯的防守 右脚传球 看看阿兴鹏选择一漏 这个球他是观察到了有这个乔纳森的接影 点球 给了点球啊 应该先后有两名球员在身后和阿兴鹏有身体接触 看看乔纳森助跑大门 这样的话 天津泰纳在主场1比0领先 外围说我们一脚远射 这个球虽然打在某个范围之内吧 但是力量不足 没错 行球 回敲 随后看看买吉江的传中后点往下 投球 抽进了 这个球传的是真准啊 而且乔纳森这个投球找的点也是非常不错 直接顶了一个后点 这球传的时候啊 感觉似乎连看着没看 没错到脚底 他往远端一个转移 都在这次的发展 肯定这一较的防守重心要相对于对策更多 爱丽江的传中 都有点的抽球 阿修某又抢回来 这球还有机会 看着平常来直接打 被挡下来 再跟上补胜 一锅接一锅啊 赵宏纳森 助跑大门 张好高 很可惜 向左侧转移 赵宏略停球下来 最后左脚传 给的也不错 瓦格纳停球 转身回敲 进去之后 这条大门被各位挡了出去 打得非常细腻啊 来自于瓦格纳的进球 瓦格纳马上进球之后 双手合持 这是表达对于阿修某助攻的一个谢意啊 这顶是背着嘴边上 是 太舒服 给的太舒服 这个拉拽是要吃盘的 刚才有盘吧 没错 这样的话叶丽江是两房内红被罚下了 这个对于盛利嘉然叶来说的话 这场比赛我觉得已经很困难 对 可能再多个 先看这球 轻球一跳 停球下来 跟上补胜球进了 是不是有烟味的情况 哈哈 打了个巧的 是 但是 我觉得对于数字的这个改变没有什么变化 但球迷一看着还是很过瘾 对天津球迷来说 再往外线绕 看到了 这脚打了 打在了红两上 错失了帽子戏法的机会 好了 这场比赛结束了 天津太达在主场是以3比0战胜了深圳佳照业 对明天津太达在大远 对明天津太达在主场 甚至是 感谢观看